吴经理 我求了你啊 你别开除我吴经理 你再给我一次秘密 董经理已经说了 我也没有办法 那花瓶很贵的 知道吗 我是在门口搁了告示板 可是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事 吴经理 我是在门口搁了告示板 可是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要不然也不会出这事 走吧 难道你又为他求情 你别开除我 你再给我一次秘密 吴经理 没办法 你郭某他有多高 那花瓶很贵的 知道吗 他 反正不矮 他大概要一米八左右吧 比我矮不了多少 刚才我还以为他是一男的呢 这种身材不当模特 可惜了 当模特 小松啊 待会儿 这个时候 没想到哪儿 你将不会太狠独自身 你将会的相 cooking 你还在报道 你还没做什么 不是 他得叛我 它帮你 是 就是 でき 太重了 我们 也不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给了天大的面保住你的名誉 我们也不希望学校的声誉受损 不好意思 我迟到了 怎么了 喜欢吗 我送给你 你啊 要像他一样 别这样笑脸 不要总是愁眉苦脸的 学一下 谢谢你啊 学一下嘛 眼睛要眨 眼睛要眨 快去 快去 你们真的是模特公司啊 当然不是 我们是做人肉生物的 你走开啊 行了 别笑 我不信 我们回去了 哎 什么年代了 还用着避难为昌吗 这算是避难为昌 像这样吐得令人心碎的 卖给谁啊 不是自觉生物吗 别乱说话 小方 小方 他不像好人 这年头 像好人他不见得是好人 我 我真的能做模特吗 这个 我说了不算 那谁说了算 你啊 我 你说能 你就能 我调衣服 啊 脱的外套 看一下你身材比例 来 转一下身 你打过排球 从十二岁就开始了 那怎么不打了呢 因为我老给队里 拖后腿 教练就让我退役了 为什么想要当模特 让我爸早娶上媳妇 我听说做模特工资高嘛 你都要担任媳妇了 你爸还娶媳妇 我妈死得早 我爸在乡家又种了三亩地 养了八头猪 累得老可血 邻村的王寡妇 对我爸是挺好的 老给我爸送猪肥汤 可是他公共不让他改嫁 因为我们家拿不出礼金 好了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一天呢 这丫头你从哪儿领来的 送回到哪儿去 罗老板 你第一天当模特吗 你以为光一米八的个头 就能当模特吗 气质 还有气质你懂不懂啊 你看他那个露怯的样 缩手缩脚 抠胸缩背 怎么走踢他呀 赶紧把他带走 我以前也是你从工地捡回来的 你当初扔在泥队里也是发光的 不像他 本身就是一堆烂泥 我不是烂泥 我一定行的 当初我在队里就是最吃苦的 要不是把韧带拉伤了 我早就进国家队了 模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 我就能 好 早上等到你这句话了 一天 把他交给宝莲 好 走了 好了 快点去吧 毕总肯定是想看星期五的设计网 看 我莲也赶出来了 你倒真是先知先觉 我这人啊 没什么缺点 就是太勤奋了 毕总找你是发布会的事吗 这一季的服装能不能打响 就看你们模特的了 本末倒置 这个月底啊 对 就这个月底 时间太紧了吧 往年都是安排在下个月中了 难道等同行准备好了 他去打仗吗 这次是一次让DW 更深入了解我们传奇的绝佳机会 有好几家企业和我们竞争 和DW的合作 我们必须让DW知道 我们传奇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也就是说 这场发布会等于是对DW的一次宣传战 没错 李总 设计搞的最后方案 你还没有决定啊 你看一下 这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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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大同小异嘛 找这么做吧 李总 这里有六套方案 按哪一套做 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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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设计 在智商根本没有取上之处 只能在量上下风 这一季节传奇发布会 要在业界做成规模最大的一次 可是李总 这么多套服装 对模特人数的需求量可是很大的呀 这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不要问我 可是 那你从别的公司调 记住 我要一流的 维宾 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这次你又看上谁了 我今天不是来撬你的人的 跟你谈比生意的 传奇的秋季发布会 包括模特 打包费四十五万 怎么样 四十五万 维宾 你开什么玩笑啊 哦 抛开制作费不说啊 我们风上可全部都是一二线模特 你是说上次 NO品牌秀上 那些张牙舞爪的新学员 我在娱乐新闻上看到了 这个价格 对你来说 赚得不多 但绝不赔 你知道的 现在的物价呢 请小时工扫地 算下来 一天都要好几百块的 何况我们的模特呢 个个都是从成千上万的人堆里挑出来的 事倒不好 有的赚总好过坐着陪啊 你尽快给我答复吧 我先走了 别忙别忙别忙 这个 你说吧 多少人 四十人 四十人 没错 传奇这一季的发布会规模空前 光服装就两百多套 妹妹 你直接杀死我算了 你这个是两个秀的人数啊 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赔钱可以啊 但我不能这么赔啊 你知道啊 我光请一个导演就要 导秀我来做 你 这次的秀意义重大 我亲自读导 还有问题吗 那这个嘛 我考虑一下 你到底做不做 下午三点之前给我回复 三点半我还约了鼎盛的卢总 哎哎哎我坐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在是太土了 你还说别人呢 死巴伯 别理他 你新来的吧 你叫什么呀 大脚 大脚 给你收拾一下 一会儿跟我走 跟你走 罗老板都交代好了 你不用再回地下室住了 从今天开始呀 你搬到我家 我得给你开小灶 真的呀 有什么呀 我怎么没这待遇啊 不公平 我为什么没这待遇啊 为什么主秀是李一兰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 这只是初步方案 最后结果还是要客户说了算嘛 可是下来罗老板拟定的方案 客户是不会有意义的 老夫啊 这个主秀的位置呢 这个安诺的广告 已经让我失去了一次机会 现在虽然只是个试装 可是我也需要这个最先穿上主秀衣服的机会 而且我觉得 没有第二个人比我更加适合 对对对 坐下说坐下说啊 你说得不错 李一兰的确不是我们公司的模特啊 而且呢她当主秀 也有点勉为其难 但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李一兰的天鹰公司为了推她做主秀 免费提供了五个二线模特 参加这次传奇的发布会 如果你是我 你会怎么做 罗老板 你不会为了省这点钱 而牺牲我们封上自己人的机会吧 这点钱 你真是不当家 你不知道酱油贵啊 现在市场这么差 你以为做了主秀就能平步清云 步入超模行列了吗 做生意呀讲究落袋为安的 你懂不懂啊 不就是五个模特的出场费吗 我给 这个钱我付 可是我要当主秀 罗老板 这个你应该不亏吧 如果我一炮而红 赚钱以后也有你的份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哪 好 好 这世道 卖着良心赚钱 也得技巧娴熟才行啊 你真的想清楚了 就这样回老家 想清楚了 也许啊 我就是不太适合大城市的生活 在乡下那边 没有欺骗 利用还有背叛 虽然很平凡 但是很踏实 那只是生活上的一个侧面而已啊 你不觉得离开这里 会让你失去最成梦想的机会 我没有放弃我的梦想 但是我需要先找一个 能够实现我梦想的地方 现在我根本就没有在大城市里 生活的能力 与其这样 还不如回到老家去 先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请旅客们抓紧时间上车 我都这么大人了 不能总让家里人操心 可能 你说的是对的 那我也只能助你 找一点人找到 那个理想的地方 不过别忘了 这里 会永远留一个位置给你 因为这是我跟宋这样 共同的事业 谢谢你 这段时间我过得很开心 这个送给你 这什么 把你的生活点滴拍下来 再发到网络上 我就可以随时随地 知道你在干什么 你也不会觉得孤单 你干吗非要送我手机啊 太贵重了 我不要了 这也是你给我的出厂费买的 还是归你的 那好吧 不会随时更新的 谢谢你 你送到这里就好了 再见 一路顺风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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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是宋娇阳 你是 传奇 我抄袭的事情 他们替我澄清啊 美珍 他们替我平反了 他们替我澄清啊 师傅 快停车 自己师傅 快停车 我被传奇平反了 他们让我回去上班了 我被传奇平反了 他们让我回去上班了 我被传奇平反了 没关系啊 太好了 我被传奇平反了 我可以回去上班了 怎么是模特的合同啊 因为你在风上 有模特训练的经历啊 但是我来传奇是想做设计师的 你真以为有人帮你平反了抄袭的事吗 我那么说 不过是希望你留下来而已 林老师到现在都没有说出真相啊 你的事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 你是不是抄袭我不关心 但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会选择签下这份合约 做模特不会让你的设计才华枯竭的 相反 在做模特的同时 你可以接触到很多国内外著名设计师的创意 这些对你的创作一定会有帮助的 当你年纪大了 不能再在梯台上跟那些年轻女孩 抢得头破血流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拿起画笔做你的设计师 可是反过来你想想 如果有一天 你白发苍苍 满脸皱纹 回想起年轻的时候 竟然错失了一个在梯台上绽放光彩的机会 一个这么一举两得的Perfect Choice 你难道不会后悔吗 有这么好的身体的资本就不应该浪费掉 你想在这个城市扎根实现梦想 首先得有一份生活的保障 不是吗 舅舅没有催你还钱 我也知道你刚成家工作不久了 手后没有多少钱 如果你不需要的话 我相信还有很多人需要 我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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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次那个广告造型好漂亮 真是西田做的 是啊 那什么时候能给我做一个呀 你以为西田是那么好勤的 人家是给简大哥的妙 这圈大半都买他的账 简大哥 你找我有事啊 你身影怎么这么残呀 最近上火啊 嘴里长个泡 上火了 那你得多吃点清凉的食物 冰淇淋你喜欢吗 我给你带去呢 草莓的不说 见不得抱墙呢 好好好 乐瑶啊 下午跟你爸来我这一套 骗你们钱的那些人啊 找着了 真的 太好了 我下午带你们去招警官那里 签账的退一部分钱给你们 乐瑶 我这地方你还记得吧 当然啦 尚峰公寓A302嘛 我先通知我老爸 然后再跟他一起过去 简大哥约我谈事 好像又是一条新广告 没办法 我先走了啊 拜拜 死丫头 上军公寓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你还知道我是你老婆呀 啊 我一个人戴着小袜 还要帮你躲警察 你倒好 躲在这儿透透摸摸灰小蜜 你上火是吧 我好好给你吐通气 老婆什么小蜜啊我 你还狡辩是吧 本来沿东那个广告 就是我的 你把乐瑶那个死狐狸 给介绍给大吉 我身上的抢走了 我的广告 老婆 这是误会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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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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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心动误会 我真是透了我的狗眼珠子 我要破决了你怎么不打 你上火是吧 好 让我好好给你倒点火 我是约他们去张警官那儿退钱的 退钱 我帮张警官已经找到那几个骗子了 你不信是吧 我拿电话给张警官 真的 真的 我骗你不得好死 你个死东西 都不知道对你有很多委屈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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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闹了 不哭了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来来来来 来坐一会儿坐 我 坐一会儿 你开一会儿 坐一会儿 坐一会儿 我听说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事 我昨天磕到了一下 今天已经好了 走成那样还叫已经好了 真的已经好了 我欣赏女人坚强 但讨厌女人伪装坚强 我们的秀容不得一点闪失 你走这个位置不合适 你过来一下 对 就是你 你们俩换一下 可是 就这样时间紧迫 抓紧 所有人从来一遍 但是 音乐准备 好 老婆没奶粉了 出门要转一百五十米十小时 我 我没钱啊 妈妈拿钱了 我们这 吃东西借 啊 我们下馆子去啊 就剩这一点了 我那十五百不买的八千块钱吗 你跑路的时候 借的那些钱不需要还 老婆 让你受苦了 但是你放心 困难是暂时的 你才是暂时的 你看这双鞋 两年前的管事 这几个月 唯一添置的东西 就是几双丝袜 我看我简直是不要火了 老婆 张警官都说了 马上公司就要解冻了 到时我去接几场秀 钱就来了 自从你跑路那天起 我就知道男人靠不住 你等着吧 我马上就要成功了 是啊 我老婆都当了主秀了 马上就要火了 是吧 那当然了 到时我带小蛙 给你加油去啊 要你加什么油啊 你在家乖乖带小蛙 儿子 走 我们去吃饭去喽 买奶粉去喽 我来解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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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我来解释一下 我来解释一下 就可以走et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干嘛非要出来吃饭啊 在我家做饭其实也可以的 我家前的蒜火锅可好吃了 蒜火锅我们还有机会吃 今天我们就设吃一会吧 你发达了 讲来听听 还没有 火锅快 你看看这个 挺漂亮的 不过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那你看 这个款式呢 是几年前最流行的 但是现在已经不流行这种下摆了 也没有人把腰收得这么高 这是一个老意大利品牌 叫奥尔赛斯 几年前就已经破产了 不过我朋友凯文 用很低的价钱买下这个牌子 很可惜还没有开发 我想跟罗老板合作 把这个牌子带进中国生产销售 跟罗老板合作 你不觉得他这个人挺阴险的吗 干嘛非要跟他合作 罗老板在时尚签打滚了多年 他被人脉实在是一笔财富 我们只是借励 而且我需要你的帮忙 帮我修改这些设计图 可以吗 那你找我也是建立吗 不 我们是双赢 我搭建一个舞台 你在舞台上实现价值 我跟你说过 你是我的事业 那我现在能做什么 现在加工厂和门店 落实得差不多了 就是设计方面 需要你的把关 我们想结合现在的潮流 做一些修改 我可以试试啊 刚才我一看设计图啊 还真有点收养 问题是 你现在签了传奇的模特约 还有时间做这些吗 微弯最近没给我安排什么走秀 剩下机场大秀也跟我没什么关系 最近还蛮闲的 传奇二十一 一直想从风上挖人 现在如愿以偿了 他们现在不用你 也许会有更大的打算 但愿吧 不过微弯手里真的没有几个模特 有的也没有受过什么专业的训练 我现在好幸运 我只签了传奇的模特合约 为什么 如果我要进了传奇设计师的话 就没法帮你做这些图的修改了 那样的话会有商业间谍的嫌疑 就算是为了我 也不可以吗 不可以啊 我宋教养做事 可从来都是光明磊乐的 好 那就为李珍的幸运干杯 还有 宋教养 我的幸运 你的SOS 不是吗 是啊 但是 奥尔赛斯就是你的试验田和小白薯 谢谢 谢谢 我会继续努力的 干杯 发布会 准备得怎么样啊 虽然时间依然紧 但是我正在抓紧筹备 应该 我不要听你这样的回答 我要的是一定 好的 一定会 还有 我不要那些个四平八稳的老套东西 从创意到模特的面孔 我都要看到新的东西 那个叫什么蔡兵林的代言 一做就三年 三年前的少女 现在都成了三岁孩子她妈了 还有什么号召力啊 好的 我一定 你给我提起百分之一千的精神 DW公司的融资 那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是吧 走 一会儿就看你的了 您看上去很憔悴 对 我在仰金蓄锐 把光彩留到台上 听说你在帮罗老板 做新品牌的事 我只是帮朋友牵牵线 搭搭桥而已 我不管你在做什么 都不能拿这个当借口 影响走秀 别忘了自己是模特 不要丢我们的脸 我记住了 我 曾哥春哥保佑我千万别睡觉 千万别睡觉 简大哥你可别不来啊 你是我的小叮当 有你我才不犯处啊 简大哥 记住 这是最后一次带装彩牌 谁都不能马虎 OK 挺胸 你是得了肺劳吗 哎 要是想靠这玩意点燃你的兴奋 不如直接打马飞算 都听好了 提前十五分钟 进入上台的精神状态 你们都是专业的模特 知道吗 知道了 咋点事 知道了 你给你打什么 喂李总 什么事 薇薇啊 我想要送娇阳上台 可是她刚在安诺的秀上出了事 我想让她缓一段时间再登台 不用了 我们现在需要全新的面孔 她正合适 可是 也合适 统治她马上采拜 接一趟 哎 焦焦同学 你怎么来了 学粉色色画啊 哎 你已经比画还美了 哎 你那期安诺杂志我有买到 嘿嘿嘿 怎么 又来打场子呀 现在不做模特儿了 感觉如何呀 其实我是来 杨杨 啊 简大哥 简大哥 就知道你不会摆我一档 你怎么来了 哎 你们认识啊 他是我表哥 简大哥 我还得有点紧张 你给我鼓鼓劲吧 简好听的说啊 你在台上会比镜头上表现更精彩吗 这句话没见你对我说过一次 该死的今天事 杨杨最棒 杨杨加油 哎 老大叔 我们到外面看看就好 好好 宋娇阳 不化妆还愣着干什么 躺起来 我 我刚到 腰身要改一下 你的衣服给她穿 那 那我呢 跟她换 怎么回事啊 次序要做调整 可是 你本来就有伤 就走串场吧 我 来 化妆师 快点化妆 被打回原型的滋味怎么样啊 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 滋味 很好啊 幸亏是杨杨姐 什么主秀不主秀的 我根本不鸟她 对了 大婶 采访你一下 突然从主秀变成了串场替补 你是什么感想啊 从你的表情我就能看出来 爽歪歪 行了行了 不跟你说了 走秀之前啊 还得找姐大哥给我打打气呢 走秀 你这都记清楚了吗 你都没参加过彩排 千万别给我出错 清楚了 你就只会用这种口气 跟别人说话吗 进传七二十一就大牌了吗 你是主秀 更不能给我出错 你就连一句鼓励的话 都不能说吗 我这人就这样 试试看这个 可以减轻压力 来来来 一碗一碗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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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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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啊 多谢您赏脸 您得给我们传奇多题 您觉得今天怎么样 你先去忙吧 来 阿彪 帮我多倒点 好 来 李总 你好你好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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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老爸跟简大哥坐哪儿呢 是做前排 可能他们看着这种漂亮 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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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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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这怎么回事啊 怎么灯灭了 这搞什么了这是 小说两句 比我越来似的 记得太后 好了 安全 有 leav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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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这到底 怎么办呀老爸 我这回爹不是爹残了 钱大哥我没给你争气 哎呀 好了好了 宝贝不哭了 又老爸在这儿不怕啊 看看有没有扭伤 你看 没事 不会好像鞋跟断了 好好断断的鞋跟怎么会断呢 肯定是哪个碎人害我 行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时间说这些 各就各位 快 再拿双鞋给他 你怎么样 没事 不过我可不希望你待会再上台 还是这种表情 没问题 嘿嘿 加油 快 大家准备 你准备这么把你脸上台吗 你准备这么把你脸上台吗 拜托啊 你是压轴模特 不要这么轻护好不好 大气 懂不懂 一会儿在台上 你也准备跟我打嘴仗吗 你打不过我的 我发现你还是当哑巴的时候最有魅力的 你还是当哑巴的时候最有魅力的 你还是当哑巴的时候最有魅力的 适合当盲人 你什么意思啊 你目中无人的时候最有光彩的 你目中无人的时候最有光彩的 那我们这样算是和好了吗 你说呢 说个狮子会死啊 说个狮子 说个狮子 就给我吧 我第一次打噶 你又有灵魂 你也bike 就给我发现了 你不会吧 你也别说我 你说这个狮子 我家的国家 是否也罪了 你还要去多狮子 那公寺 我家里 是否也赞 喂 小丽啊 哈打牌 舒哈 好好好 马上来啊 我先走了 你连跟爸打招呼 到底起码的礼貌都没有